现在就是对这个特斯拉兴趣真的打了很大的折扣了 再有另外的话就是 我正在犹豫除了这个 大家好 上次我们讲一讲 上次那个特斯拉试驾的一个后续的情况 上次是6月的24号 我们跑空了 跑到一个荒山野岭的地方 结果感觉被戏弄了 也不知道真的 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什么原因 接着我就回来之后 我就用别的邮箱和我老婆的名字 去又试着去预约了一下 因为我预约的目的是想试一下 他不是说我目前没有时间给我预 要两周之后 然后再者我就想看一下其他的地址怎么样 然后我就用我老婆的身份去再预约了一下 也是马上就第二天第三天都是available 就是可以去试 而且的话就驾照也没有upload 就是因为他预约的最后一项是要你upload drive license 是吗 那我没有就我之前我第一个就是我的那个是上船了 后来我老婆的根本就没上船 因为我只想看一下试一下嘛 就没上船都可以 而且他还收到短信说哎 就是等于说确认了啊 邮箱导师我没有去看 那我之前我预约的时候短信是没有的 他只有啊 email 所以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他用换一个人是预约又是啊好像不一样 然后一直就嗯就就有一些反馈嘛 那我们也没有真的就是根据那个市的那个预约的时间去去看 因为一个是忙 另外的话也确实对这个市驾的和特斯拉的兴趣真的是打的折了打的折扣了 哎呀不知道怎么样后来我问了一个朋友 我呃他已经有了吗 他已经已经是车就是这个啊特斯拉的那个啊车主了 他当时试驾他是去了一个一个地方就是啊 他告诉我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有点像那种4S店4S店的那种地方 那他说那个地方根本就不用预约 他当时去啊直接就可以试驾 他叫我也可以去那里 那所以我现在也就说我想要去试驾 我大概已经知道了 那个通过网上预定的话 好像是不太靠谱 就是那个地址 那个错的地址还是显示在那个地方 所以的话我想应该可能还会有人也上这个档嘛 但当时我去到那个加油站了啊 我去到那个加油站后来我问了那个加油站的人 我说会有没有就是是不是特斯拉私家的一个地点 我说之前有类似像我这样的人来过吗 他说没有 所以我也感觉到更奇怪了 哎 反正总之这个现在就是对这个特斯拉兴趣真的打了很大的折扣了 啊 再有另外的话就是 我我正在犹豫除了这个之外 哇 但这个车我还一直认为它是好的车 只是它这种市价和某些环节的那个服务 出了点问题 另外的话就是我最近听了另外一个YouTube的一个节目 也动摇了我买那个特斯拉的一个想法 啊 倒不是因为说特斯拉不好 而是因为好像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 这个我看找个之后机会来跟大家聊一下 蛮有意思的 再看吧 我对这个车还是觉得还是挺好的 啊 那先这样吧 今天就路上录一下这个我的想法 也过了好几天了 拜拜